全球金融冰山开始融化 美国矽谷银行 标志银行 第一共和银行 瑞士信贷接连出事 飞得生息后座力已经开始浮现 民间首开第一枪 预估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恐怕不饱饿 生息会带来副作用 而副作用先会从金融市场 金融机构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矽谷银行 还有瑞士信贷 之后会传染到实质经济层面 就是经济下行的速度会加快 还有失业率会上升 这总共可能需要一年到两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我们预估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1.91% 原大宝华下修2023年GDP至1.91% CPI物价上涨率大幅从1.69%上修到2.39% 代表通膨压力沉重 而国际景气前景不明 台湾出口表现恐怕难以期待 政府普发现金虽然渴望促进消费 但替代率较高 还需要更多政策来挹注内需 那前两个月出口是衰退 大概有18%之多 所以我们预估在考量经济的成长的状况之下 央行这一季应该是不会升息 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年台湾物价上涨的压力能在 那我觉得下一季可能这个央行还要思考 物价带来上涨对利率的压力 费的决策牵动全球洋行走向 有别华尔街乐观预期可能提前降息 学者叶银华认为 费的考虑服务类价格将固性 下半年可能还是维持利率不动 明年才降息几率较高 现在就设立与唐审美同台湾台北报道